能够邀请到我们 北大哲学系乳学院的教授 博恩老师 干老师 干老师呢 其实我觉得在之前 刚才给干老师聊起来说 我在2020年在参加 杨明新学大会的时候 这个干老师在杨明会上 做了一个主题演讲 其实那时候 包括在之前 干老师的很多书 乳学小史 包括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 这个我们说乳学的进的软型 还有制度化乳学及解体 其实包括我书架上 也有一些干老师的书 这个我很崇拜干老师 刚才其实干老师这本书 我读完之后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 关于乳学的一个 从孔子吧 孔子或者先秦 到汉堂 以及到宋元明新 以到现在的一个乳学的 不断的改造 包括我们说 自己的生活态度 以及法治的秩序 以及还有对于乳学的一个转折 还有当然在整个乳学发展过程中 一些古代 包括现当代一些学者 提出了一些观念和理念 然后我感觉 还是受益匪险的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 这本书叫乳学的近代转型 这是干老师出的 然后是有广西师范大学 大学问出版的这本书 然后在我们直播间 今天是有链接有兽的 然后当然我需要 还需要先介绍一下干老师 干老师呢 是咱们这个 九周年 获得人大的硕士 而01年在中国社会 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先后任职于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 现在为北京大学 哲学系 这个教授 博士老师 兼任中华孔子学会 常务副会长 中国实学会研究会 副会长 主要从事 乳学及近代的哲学研究 代表性诸多有 制度化乳家及解体 制度乳学 乳学概论 宝教立国 康有为的现代方略 乳学小史 乳学的近代转型 这个待会儿呢 我会等到 等那个干老师分享完之后 我可能会几个小问题 请讲干老师 比如说我们 对于您的 您的您的 那个研究 比如说康有为 比如说钱穆 比如梁淑敏老师 然后包括 包括这个 接下来的研究 比如王国伟 等等 我会 请教吧 请教一些问题 然后包括乳学的发展 当然 当然这些都是 很 很小的问题 或者说很 不值得一提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 在干老师面前 我是一个小学生 我也希望呢 就是咱们老师 咱们现在在线的 这个读者朋友们 有如果说有问题的话 可以到时候 直接打出来 我们向 干老师提问 然后今天主要的分享 是有干老师 做一个主题的分享 然后大概 一小时 二十分钟左右 然后接下来呢 就看这个 有问题的话 我们向干老师 做一些提问 然后也非常感谢 干老师 然后 那么今天晚上还有 对今天晚上 同时在我们 这个河南省的 文化云 然后包括我们 天音花讲坛的B站 还有视频号 同步直播 也感谢 这个媒体的关注 这本书 乳学的今天转型 是今天晚上 是六折的 然后在我们直播间里 有时候 大家可以去 随时 随意可以点开 那么我的广告 也做完了 干老师 感谢您 请您跟我们分享 谢谢 好的 特别感谢 就是那么隆重的介绍 对不起 我跟那个 也是有点激动 对 然后平常在我们 今天在我们直播间里边 有点点赞 点赞 然后光光我们的直播也好 希望多多多 大家多多点赞 然后我们的直播 观察量超过2000的话 我会赠送大家一个签名的 老师签名的一个贺卡 对 手卡 对 我的确是因为我觉得 可能 我也不知道 这个讲座 好像还 就是这么天英文化 好像很有影响 因为我今天上午收到央视的一个国际频道的一个英文频道的一个导演 跟我联系 他就说今天晚上要听这个讲座 因为他们要拍一个公子的纪录片 所以我也特别感谢天英文化的推广 那么今天呢 其实我是会讲一些跟这本书有关的这个内容 我先共享一下屏幕 然后我会沿着这样的一个VT往下讲 然后也会沉开一些其他的有趣的那个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那个那好吧 我们现在先 先问谁 王老师说今天主题了 主学的近代转 以主学近代转型的三个角度 对 然后呢 就是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题目叫由混合出归 这个题目呢 我稍微讲一下 就是因为我们经常会对于现代 或者很多的这两年的国学热 很多人可能会跟传统的儒学感兴趣 开始跟以前相比 对儒学的兴趣可能会越来越浓 那么各种各样的国学热 它的重心呢 都是在这个古代的经典 那上面大家会 比方说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去读这个经典 论语 孟子 大学啊 我自己也经常在这个很多 很多大学或者机构的办的那个商学院里面讲课 我也很惊喜的发现 很多成功的企业家 他们也都会关心中国的成本文化 中国的历史 然后他们听完以后好像也觉得 对他们的这个 有的时候对他们的人生的态度 或者生活的状态会有一些帮助 而我今天其实要讲的一个题目是 就是一个转型 就是这本书也叫 儒学的近代转型 就是说到了近代以来 我们到底从儒学的角度来讲 我们到底碰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那么这里的标题叫 游魂何处归 其实是我们可以看这个PD 中间这本书 你能把这个PD全屏吗 可以可以稍等一下 谢谢 其实是我们 我在这上面放的三本书 中间这本书是美国特别有名的一个学者 叫列文珍 他也是费正经先生的弟子 他在这本书里面 其实提出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观点 他说儒学对现在中国 其实经过新文化运动 或者经过文化大革命 儒学对现在中国 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了 他说为什么中国人对儒学有兴趣呢 那么这种兴趣 即使中国人对儒学有兴趣 那么这种兴趣也就像我们现在 去逛博物馆 或者去逛这些历史的遗迹一样 那只不过只具有那些 就是说只具有那种怀旧的意义 或者说我只是说 我要了解一下 怎么英章时代或者周朝 有一些什么样的青龙器 或者什么 那它跟我们的生活 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所以这个列文珍有一句说法 就像说儒学对现在中国人来讲 就像是博物馆里的成列品 但是左边这本书加现代儒学了 这本书里面提出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观点 就是说经过新文化运动和中华民国的建立 然后这样的一个过程以后 都是儒学的肉身 就是说成统的儒学就像是 灵与肉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等体 有活力的一个生命体 但是经过新文化运动和近代国家的建立 那么对于儒学来讲 它的肉身好像已经僵死了 那么它所谓的儒学 只是像一个飘荡 飘荡在中国的大地上的一个魂 就是游魂 它已经不太早了 然后这个附体的地方 这个是我们就是在讲这个近代儒学的时候 特别有代表性的这个两个观点 这两个观点就是来自于这个两本书 那所以我们其实是要稍微回顾一下 我们就是说到底近代的儒学 我们应该怎么去看 就是怎么去看 这个时代到底是从什么时代开始 那么首先我们大多数的学者 都会认为儒学到了现在 我们会把它分作三期 那其实也有一个学者叫四期 就是也是以前比较有名的一个学者 叫李泽厚 李泽厚先生有一本正面的书叫儒学四期 但是更多的人还是会说儒学是三期 第三期的第一期就是秦汉的时期 那么第二期就是宋明的时期 第三期就是近代以来的第三期 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 其实就是近代以来的第三期 那么问题就在于说 那第一期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第一期其实是一个 我们不知道是从孔子开始 那么他通过私人教学 然后收了很多的弟子 然后提出了一系列的 包括人和理这样的一些 儒学的一些核心的观念 然后因为他弟子三千 贤人七十二 那么多的就是成功的弟子 然后让这个学派成为 诸子百家里面最大的一个学派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学派 公子所创立这个儒家的学派 到了这个清秋后继 然后战国 其实有一些特别有名的 他的思想的敞发者 那么最有名的敞发者就是孟子 另外一个跟孟子有不太对付的 两个人之间有很多争论的 那是荀子 在司马迁的史记里面 就是说孟子和荀子 等于是相当于儒家思想成成的两亿 那么在这个战国后期 我们都知道发生 对中国历史来讲 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就是秦汉时期 他周代以来的封建制 整变为军宪制 所以呢 秦朝和汉朝 虽然他们的这个 他们的政治里面有很大的变化 但是他们的制度 是有一些共同点 就是他们都实施了这个军宪制 那军宪制一个最重要的特点 就是要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家 大一统的国家 我们都需要有一个比较统一的价值观 或者统一的思想体系 所以呢 就出现了像 董龙书这样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 汉代的一个儒者 他通过跟汉武帝之间的 贤良对策 或者 就是通过他们之间的这些 建议和吸收 我们不知道 就是有了一个 败之百家 独正儒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对儒者来讲 就是 这些儒家的经典 之书 以义 生秋 这样的一些经典 就变成 变成这个 博制 有一个制度 就是 对这个传承 有官方来保障 这样的一个变化 就是儒爵的第一期 对儒爵的第一期 有很多的 那个讨论 那有一些人认为 到了 汉代以后 儒爵 因为跟政治权力的结合 这个儒爵就变成僵持了 有先行时期的 有活力的思想 变成到了 汉代 变成一个僵持的一个观点 但不管怎么样 这是儒学第一期的 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那李德河先生说 其实到后两期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其实只是说 李德河先生说 那汉代的儒爵 跟先行的儒爵 不应该放在一期里面 应该是先行的儒爵 是一期 汉代的儒爵 因为他受了太多权力的影响 所以应该变成第二期 那宋明变成第三期 然后现在变成第二期 第四期 那么这些讨论呢 其实我们先给它搁在一边 然后我们先来说第二期 第二期我们知道 宋明儒爵 他最要回应的一个冲击 就是佛教的传入 那我们要知道 这个儒家思想 它比较测重于 来解决我们现实世界中的 人类秩序 政治秩序 社会秩序 这样的一些问题 所以他虽然也提倡 正心诚意 修成其家 自国平面下 那么这样的一些理论 就是他的一个最关注的一点 其实还是一个社会的秩序方面 那么对于生死的问题 比如说 孔子会说 为之身 他比较会 特种于社会问题的关系 而对于这个 生死的问题 这个谈得比较少 子公也说过 而夫子论心语天道不可 德尔文 也是在讲说 他对那些 悬远的事 其实是想的不多 但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更不表明说 中国人没有 对这方面的关切 中国人依然会关切 生死的问题 之后的世界会怎么样 灵魂是否得到安身 那么未来 未来是不是会 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 这已经受过佛教的影响了 就是会不会转世 或者这样的一些观点 那这些观点 其实都是佛教带给我们 佛教他给中国人最大的冲击 就是说 那么我们 他通过英国报应的学说 英元 那个原生的这样的一个思想 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这个每个人 在这个人世间的所有的活动 都会积累一下 这种业 这种业它会对于 你之后的世界产生影响 所以这种思想 这种观点 对一个普通老百姓来讲 能是会受一些很直接的踪迹 但是佛教对于中国思想中心 还体现在它的思维方式上 就是它提供了一种 原先跟中国传统的思想 更为精细的认证和阐述的方式 这样的一些认证和阐述的方式 特别吸引 就是知识层次 或者社会地位比较高的 这样的一个群体 所以会在魏晋 就是东汉传进来以后 在魏晋 包括到唐 那么它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甚至会不断地形成 中国化的佛教 但是佛教这个残入 很显然它会跟儒家产生 特别重要的冲突 这个冲突 首先就是一个现世和未来的 现世和来世的冲突 也就是说 因为佛教它更为注重 个人的解脱 那我一个人我自己信佛 我修炼 我进山 我出家 那它自己摆脱了这个轮回 那它是自己 跟别人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那么尤其是 佛教的这种揪行的方式 这种揪行方式 它很大 主要上跟电视世界脱离开 儒家我们刚才说了 儒家因为他特别想要 社会秩序 人类的秩序和政治秩序 所以如果有很多人出家 而这些出家人影响很大 那对于社会的秩序 或对于社会的稳定 那么我们说 谁来终地呢 谁来孝生父母呢 谁来终于这个皇室权力呢 所以它会产生一些 特别巨大的 在秩序上的冲击 这也就是唐朝的时候 像唐瑜这些人 批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但是这个唐瑜 我们都知道写过 元道 诗说 这样的一些文章 但是我们知道 他的理论的力量不够 到了宋明以后 有了二臣 张宅 邵雍 周登仪 然后当后面主子 阳明 这样的一些人出来以后 那么我们儒家就开始 对佛教的这样 经历一些前面的 就是前面的这个理论上的 这个背抗 这种背抗里面 就直接的表达 就是儒家他谈发出一些天理 心性这样的一些理论 这样一些理论 包括刚才那个 陈珍所说的 阳明学 我们在儒家传统里面 有些人会说 阳明学受这个谈的影响 会受佛教的影响很多 但是我们或许 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来看 就是他以前是 他佛教的很多东西 画在那里面了 所以这个是第二轮的冲击 但是也有人说过 说第二轮的冲击 虽然很大 但他还没有那么大 为什么没有那么大的 因为佛教 他的那个 他的传播的方式决定了 他只是说我离开 我自己我不愿意 进入这个社会的秩序 我愿意去进山去修行 但他 他自己不直接来 颠覆现在的那个秩序 所以这种冲击 其实还不是特别大 那么特别大的就是第三季 第三季就是西方的冲击 西方的冲击 为什么我们要看到 一会儿我们就会看到 为什么比佛教还要大呢 就是冲击最大的东西是什么呢 我们要知道这个冲击 其实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如果我们今天能 那个打开新闻联播 或者打开任何的一个电子媒体 我们就会发现 中国和西方社会之间 还是有很强烈的这个冲击 我们从国家来讲 我们要提倡文化自信 这个那个理论自信 道路自信 其实核心还是要应对 就是说西方文化对我们的冲击 但是这个冲击是一个蛮漫长的一个事情 我们要想象一下佛教的冲击 从东汉末期佛教就传入 然后魏晋三国两定南北朝堂 然后要到了宋才会有 比较系统的这个理论的回应 那近代的冲击 我们如果有两个时间段可以算 那我们大多数的时间 会认为1840年 雅平认真以后开始的冲击 当然我们也可以上述到 明末 利马斗 他们的那样的一些冲击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先说从1840年到现在 大概也就是160年 160年你相比于 你要进行一个文明体之间的这种冲击来讲 这160年其实不算是一个特别长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对他 我们现在能看到对他的那个回应 其实也是一步一步的 最初我们只是说 而西方人最厉害的是什么 当地厉害的就是武器 就是最初我们1840年 能切身感受到的还是武器 那么即使在今天我们感受到的 可能就是还是西方的科技 那最近有卡脖子什么的 卡脖子这些事情 那其实我们也会发现 中国和西方 这个是科技上的差距 这其实是1840年以来 首先意识到的 说我们是科技上跟西方是有距离的 我们到了100多年以后 我们显然这个距离还存在 那么第二个 经过这个狭武战争以后 我们发现说光买他们的武器 其实是不够的 我们其实为什么 我们的技术一直落后于他们 我们可能是制度上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 我们要变革我们的制度 变革我们的制度就是 推动物具变法 经过新政 然后那个辛亥革命 这个其实是一个 一整套的这个 制度上的回应 那么我们要说 刚才我们说到的儒学的肉体 肉身被消解掉 其实就是这一个制度的变革 所导致的 但是我们发现 东西变法 经过新政 辛亥革命 这样的一系列的活动结束以后 中国其实没有强大起来 我们也知道1911年辛亥革命成立 前一代马英九来大陆 而我们都能感觉到 两个所谓的 一个中国各自的表达 所谓一中各表 他就会说 东华民国1911年就成立 现在是有多少年 那不妨怎么样 东华民国成立以后 我们知道这个局面混乱的一塌糊涂 就是 盛中山在南京 宣告成立 然后化了杨世凯 然后北洋军阀 然后日本侵略 那我们当会 我们当会面临一个局面 就是说我们本来是 要学习西方 然后我们进行了 这个技术上的引进 然后又进行了制度性的变革 但是我们的国家 没有强大起来 所以才会有 那个这两年最流行的 这个觉醒年代 这样的一个电视剧 就是说 中国人认为我们需要有一个 呃 观念上的觉醒 这个观念上的觉醒 呃 有很多人来 呃 做分析啊 那我们最熟悉的就是 呃 南城北里 呃 成都秀李大钊 呃 当然还有鲁迅 那鲁迅会认为 南城北里 他们会更强调说 呃 我们 我们不但就是 要认识到 呃 我们这个观念上的问题 那个鲁迅先生呢 甚至呃 呃 就是呃 呃 更强到这种 呃 文化 呃 上的这种 呃 更新的这个必要性 所以呢 我呃 今天呢 就是讲这个 来讲这个 呃 呃 近代转型 其实是来讲这个 这个第三期 但是我们要说 这个第三期是一个 在进行中的事情 这是一个 就是尤其要注意的 它不是一个已经结束的 但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 现在已经有 15060年了 呃 或者16070年了 那我们要讲的 其实就是16070年 里面发现的这 那我呃 呃 刚才总是说 我们这个标题 呃 是有三个角度 这个哪三个角度呢 一个就是 呃 学科的角度 然后宗教的角度 和社会的角度 这三个角度来说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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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 这个转型 这个转型 呃 其实核心的角度是讲 呃 呃 人家是怎么吃魂落魄的 呃 其实还没有 就是老实讲 呃 这个 这个要真正的 第三期的完成 得出现像朱子和阳明 这样的 大儒啊 啊 那才才才是呃 就是第三 第三期才算是 儒学一阳来复啊 呃 但是呢 现在其实还没有到这样的 我们可能还没有看到像朱子 阳明这样的一个人物 但所以呢 我们我们先来看 呃 他是如何丢魂落魄的 因为只有你知道 他是如何丢魂落魄的 我们才会知道现在如学我面对的问题是哪些 然后呢 我们才可能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啊 我们先来说那个呃 学科啊 学科的问题其实是一个特别呃 巨大的一个问题 听上去大家会觉得 这个问题呃 是不是有点呃 太抽象啊 这个这个这个问题呢 其实是没有那么抽象 如果我们把它呃 我们把它具体化 就是我们怎么看待呃 呃 西方的知识 那我们要知道这个呃 西方之所以呃 发展出现代的这个 这个比我们更先进的科学技术 那么呃 最关键的问题是在于 他在启蒙以后啊 呃 有一个知识体系的发展 这个知识体系的发展呢 是通过 学科分化 来实现的 而这个学科的分化 我们如果看早期的西方人的著作 比方说 埃里斯多德 巴拉图这样的人 其实我们也会发现 他们其实呃 甚至到了那个那个早期的 启蒙的早期 安皮卡尔 什么这样的一些人 我们就会发现 他们身上的身份很多 他可能同时是一个呃 像像那个那个物理学家 同时可能也是一个呃 化学家什么 然后又是个哲学家 呃 他可能身上的身份很多 这个 这个一个人身上的身份越多 表明那个时候的知识的分化 是不充分的 因为他现在我们我们就会发现说啊 就是学科分化越来越起 越来越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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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而分在不同的学科里面 那么这种学科的方法 肯定有助于技术的推进 但是中国原先的教育 我们会知道 我们现在很自豪的说 比方说我刚才跟陈正说 他问我有没有经常去郑州 其实郑州我去的不多 我其实比较多的去松山 赵林寺东风那边 因为那里有一个大臣 那个时候特别有名的书院 就是中央书院 是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书院 我们会说书院的教育如何如何好 最近有岳如书院 白洛东书院 这些书院 但是我们眼同时要知道 我们去了解书院里面学什么 书院的学习 比方说白洛东书院是个典型 你们大家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认定的 可能是中国也算是最早的大学 什么类似这样的一个悲力在那里面 但是你要去看那个诸子的学规 或者是他里面教学的内容 那显然是不怎么分科 他可能还是 就是主要是学经典 那这种经典里面 我们基本上不太容易学得到 这个物理化学这样的一些知识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 就是传统的知识体系和现代知识体系的一个 巨大的差异 那么这种差异呢 直接会体现在 就是我们的这个武器跟他们的那个差距上 就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 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在讲这个事情 就是讲那个当时这个乡军 就是那个郑国藩 李鸿章 左宗棠 郑林义 争夺礼物 这个山军的最有名的代表人 这个他们所要对付的就是太平津军 那么其中有一个故事 就讲那个胡林义 这个胡林义是山军里面最善于打仗的 那个这些善于打仗的这个人 他攻下了恩庆以后 他在恩庆的这个一座城市边上的一座山上 俯瞰那个长江 但是呢 他在那个马上一起风发的时候 突然看见 一艘西方的这个叫火轮船 就是他是用那个燃料 就是煤什么的作为动力 冒着烟逆流而上 那我们要知道这个长江上 其实到了这个六十年代 还有很多千夫 那个船都是拉签上去的 那个胡林义 那显然他能做那么擅长败兵 他当然是一个就是很快能抓住事情的本质的一个人 所以他看见一艘火轮 逆流而上的时候 他从马上筛下来 就入了学 然后过了两三个月 他就死了 那么很多人就在讲说 他为什么从马上筛下来 大惊失射的筛下来 他就知道了 这个不是一个冷兵器的时代 就是这种差距不是说 我靠我刻苦训练 靠我这个怎么来谋划 怎么来这个设计 怎么来设计行军的线路 这个不是靠这种方式可以打得过的 它是完全是一个 按我们现在的词叫降维打击 所以这个是胡林义的一个看法 所以你就会发现 就是说 为什么湘军去搞洋务运动的时候 就是他在评定了 这个台评天国的提议以后 为什么曾国藩也好 李公章也好 左中堂也好 这些人都特别在建立这些武器的工厂的同时 他们都会去建立这个翻译的机构 比方说江南制造局 他还有一个江南的编译局 比方说左中堂他们这些人 在福建城镇 福建那边建码头 马尾这些海关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最早的留学生 我们后来给我们中国影响很大的严富 其实他本来就是那边的一个 都是学习这个冷场技术 他就要把这些人送出去 送到国外去学习 这个其实跟那个是有关系的 所以乡军他推动这个养运动 他背后机制 必然会推动这个姿势体系的这个转变 那这种转变呢 因为有现实的需要 因为我们要买西方的人船 西方的武器 我们需要有人会用 那有人会用 我们知道光靠读文宇孟子大学中庸 这个没有用 所以他就派那个像荣宏这样的一些人去 去帮学习 这个就是一个典型 那么当这里面 其实还有一个经常会被大家比较的 就是严富和福泽一击 这个严富和福泽一击当时他们都在英国学习 那严富刚才我们讲是 作为一个养无运动的产物 他被派到这个英国 他本来是去 在格林威治的海军学院 他本来去学这个 怎么开轮船 或者怎么修轮船 这样的 但是严富到了英国以后 他就发现 说英国人的进步 他可能不仅仅是这个 或者说 这种科技的进步 背后需要有一个制度的推动 所以他就是说 需要在几个方面 在中国进行一个变革 变革 包括民智 民德 民力 这是他的所概括出来的 所谓民智 就是老百姓的智力水平 民德就是老百姓的道德水平 民力就是老百姓的身体的状态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强健的身体 我们要有一个 就是那个比较高的这个道德数字 我们还要有很多的知识 因为这个知识 严富就会说 那这个跟传统的知识 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 如果我们去读严富的书 严富特别不喜欢杨明学 他为什么喜欢杨明学呢 他说这个社会里面最高级的人 刚才程程老师说 他去绍兴参加杨明大会 中国的杨明大会每年都会在绍兴宁波那边 都会搞 都会搞呢 就是因为大家都会说 杨明自行合一 然后自良知 然后五星光明 这样的一些观念 那这样一些观念 我们就会发现 杨明说 那你怎么有这些知识呢 就是 你这些知识是怎么来的 你这些推理东西是怎么来的呢 杨明不会告诉你 杨明说 你五星是自足的 良知是 那个那个 电带的 或者说现代的 他会自动我们的显现 我们给他讲物 这个严富说 这个不行 他说西方的知识 我这里 有顶了一段话 他说西方的知识 一个 一个道理 一个法则 关键的问题就是 你需要有论证 所以他说 中国 中国 他说以往的知识 都不太强调 这个 这个 所以 如果这样的知识体系 没有建立起来 那是不行的 所以 严富 我们就会发现 说他为什么 去西方学习以后 他没有继续的去学习 他的那个海军知识 而变成一个 翻译西方著作到中国 传播西方知识到中国来 这样的一个 所以因为他说 关键你买个船什么的 这是没有用的 所以你需要有一个 一整套的这个体系 那一整套的体系就是 首先就是一个 知识 再倡道的模式的变化 而我们现在 其实也是这样 我们经常会发现说 我们讲一个道理 都是先道理摆在那 道理摆在那 你要去做的事情 就是说你去学习那个道理 而不是说 你去想办法 去论证这个道理 这个论证的过程 大家觉得好像是不太需要的 大学里面也是 逻辑的课 就是他会 这个其实就在严富 那个时候 就完全是 那个看不上的 所以严富说 洋务运动 很多的时候说 在造枪 造船 造炮 但是事实上在学习 看上去在学习 但是事实上 根本就没学习 所以他说 好吧 那我们需要有一个知识体系上的变化 因为知识体系的变化就是 我们需要有一个教学方式变化 那我们需要有清学堂 这就是为什么 在户序变法 1898年会成立像现在北大 或者后来像金斯大学堂 金斯大学堂师范部 叫北师大 这样一些学校为什么会建立 就是为了 就是来容纳新的知识体系 那很多人就会说 你跟儒学有什么关系 那我们就会知道 如果一个新师的学堂建立的话 那如果是以分科 分科知识为准的话 那我们就会发现 儒学的儒家那些经典 放在哪里呢 那当然我们要建立像模仿 西方我们要建立大学 我们首先要学的就是 声光电话 所谓声光电话就是 物理化学 那个数学 这样的一些知识 这样的一些知识 显然跟 我们从儒家的经典里面 能找到的就比较少 就是大多数的现代科学的知识 都在儒家经典里面 是很少的 虽然有些人说 像莱布尼茨什么 这些人发明 未积分 主要是从周易的阴阳 这个启发 受那个启发 他就是提出了二军卫 这样的一个原则 但是启发和他提出 千万不能等而同志 所以就会有 京师大学堂 这样的一个建制 出来 这个建制出来 我们就会面临新的问题 我们这里又 我虽然是好像 那个程真在推我自己的书 但我经常会贴别人的书 贴别人的书的书的原因 是在于说 我们要理解这个问题 其实有很多人 已经做了很多的研究 那所谓的严 严肤和辅责意见 我们就知道 就是说中国在推这个物质变法 日本在推进这个洋务运动 那洋务运动的背后 有一个就是启蒙思想的一个推动者 就是福泽预计 就是先在日本的日元上面 应该是一万块的上面 所出现的那个头像 这个福泽预计提出了一个特别 那个有名的一个口号 就是拖鸭入欧 就是说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了 我们以前就是浅塘词 什么时候学中国 学很多 但是他说我们现在呢 我们现在要强大 我们要什么所谓 我们要放弃跟中国学 我们要学西方 所以才有拖鸭入欧 那么怎么学西方呢 当然也是一样 就是你要有那个 你要有新式的学堂出现 那么新式的学堂出现 它所对应的一个问题 就是科举制度 然后我们会发现说 人先的教育体系 它为什么那么坚固呢 是因为有一个科举制度 在那里面摆的 科举制度摆的就是 就是很多人就会去考科举 科举的主要的内容不就是四书五经吗 所以他别的知识不用学 你要当官的话 你就去考科举 而科举呢 你就不用去学物理化学 这样的一些知识 你只要去学儒家的经典就行了 那这个是一方面 第二个问题在于说你不学 你考了科举你还能当官 比较有规矩性的数字 就是说今年北大和清华 毕业的那个学生 他的考工作 而我要的动力在于考工 因为考工就是 有点像科举制度的这种考试 这种考试背后就是他进入体制 然后当官 不去做那个科学家 或者也不去创业 当然这样的显得有他客观的原因 但是在近代的时候 也会面临同样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科举制还存在的话 人会不会去选择学物理化学这种 看上去没有前途的这种学科 就是不光我去学什么 我这种还是要选择去考科举 所以杨世凯和张之中这样的一些人 他们就会认为说 如果科举不废除的话 那么这些现代的现代的知识 就不会要去求人拒绝 但是我们反过来要想一个问题 对如学来讲 如果你有科举考试作为 指挥棒的话 那所有人都会去读 读家的经典 因为它主要是从 四书里面去导 四书五经典里面去导 题目来做 来出题来考试 但好吧 现在我们说科举不考了 那我们一开始改考这个学堂了 那还有人去读经典 所以这个问题就变成一个特别 特别大的问题 那就是当时制定这个学规的 那个人就是张之栋 张之栋其实他意识到这个问题 张之栋我们都知道 他讲中学为体系学为用 他意识到这个问题 如果科举废除 包括包吴元世凯也意识到这个问题 所以说如果我们科举不考了 那儒家的经典没人学了 那如果儒家的经典没人学了 那儒家的这个刚长呢 三刚五长呢 所谓的这个我们的能力的体系 有没有人还能不能维持呢 所以呢 这个就出现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张之栋说 好吧 那既然我们金字大学堂 这样的或者田国各地 所建立的一些新学堂 不是书样 建立的一些新学堂 我们既然里面要学外语 学物理学化学 学这个其他的科学的知识 地理 但是我必须读经 这是张之栋的两个学字 我们上面能看到 鬼毛学字和银刃学字 这两个学字的一个 很核心的观点就是说 我虽然采取了这个新的学字 但是我还是要教这个经学 说我每年不管你是小学 中学还是大学 我还是你必须要读经典 小学你可以读点 山子经 校经 这样的一些 或者少数的这个论语和孟子 可能中学可能要更难一些 那大学你可以去读这个上书啊 什么这样的一些 像这难度更高的这个儒家的这种经典 那么这个就是张之栋的主张 张之栋的主张 我们现在看起来就是打主经的 就好比说我要学这些东西 我要建立学堂 我已经是一个不可扭档的一个职业 但是我的学堂里面 是不是可以再交点一个经典呢 对吧 我成为必修课 或者我怎么样 我们现在很多的同学上大学 你很快就会知道有些课 你可能不感兴趣 但是你必须要上 那张之栋那时候也是 但不管你敢不敢一句 你必须要上 必须要上这些经典的课 那这个问题呢 那你要上经典的课 你必须要点到一门课 所以张之栋说 那哲学我们不用上 所以呢 张之栋和王国维就发生了一个 很大的一个争论 现在我们可以看这个 那个当时的这个学堂 这个学堂里面有经学 这个经学有一天 周易啊 上书啊 茅思啊 左段啊 义里啊 周礼啊 有这样的 很复杂的这个 那个经学课的那个 过程 但是张之栋因为有了这个经学课以后 他就说不需要哲学 这个时候有一个 我估计很多人都很熟悉的 王国维啊 很多人说王国维这个人 这个国学大师啊 王国维你想啊 写人间词画啊 啊 写这个红楼梦评论啊 这这多好啊 清华是他国学导致啊 我前两天去 清华做一个讲座 带一个这个外国人去 就带一个鲁文大学的一个老师去 反正这个老师路过这个 清华路 清华路边上 那个 从清华那个东南门聘去 很快会发现四大导师的标项 这个那个人说 那个外国人说 清华我 其他不知道 这四大导师我知道 一定要下来照个像 他还跟我说 他最喜欢的就是王国维 但我们很多人说 王国维是个国学大师 当然没问题啊 但王国维特别有意思 他就是说大学里面 不能没有哲学 但是或许可以没有经学 王国维的理由是什么 他说经学是告诉你是什么 哲学是告诉你为什么是谁 他说这个是一个根本性的差别 经学就是说 那你见了父亲你要孝身 你见了君主你要终啊 你要有这些等差的秩序 他说哲学是这样 哲学他不告诉你是什么 哲学是怀疑 哲学是当你告诉我是什么的时候 我要问一句为什么 这其实往往是哲学最大的一个特点 所以王国维说 如果你这个现代的大学 中国如果要建立一个现代的大学 这个现代的大学里面没有哲学 只有经学 他说这就依然算不上是一个现代的大学 这是王国维的观点 所以大家要听起来 是不是王国维还是一个特别 就是在某些角度上 甚至是一个特别激进的这么一个人 所以我经常会说 我说王国维身上有很矛盾的地方 我们要知道他当清华四大国学导师里面 赵元润 陈英雀 赵元润和陈英雀我们都知道还归 然后梁启超 梁启超现在早期是喜欢搞政治 他是从政治事宜以后开始当老师 开始愿意进大学当老师 但是我们要知道梁启超的思想 新名这些都是不断的狠心的 但是唯独王国维 他进了清华的国学院 清华国学院我们知道清华大学 原来是刘梅育伟学校 它是一个相对比较开放的 比较新的一个学校 但是王国维 他辫子一直没有减掉 我们知道1911年 已经新的民国建立共和制以后 这个辫子是没有了 但是王国维还依然有了辫子 所以王国维刚才我们说 王国维在反对经学这个立场 他其实是很激进的 但他的生活方式 我们就会发现 他依然愿意当溥仪的南书房的行走 甚至在溥仪被赶出 北京1924年 前后被赶出北京到天津的时候 他每周坐火车去天津给普一张课 就是他死了以后 流亡的亲帝 还给他封了一个中阙宫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 那个时候的人身上有很矛盾的地方 但是从观念上来讲 王国维说 那不能 不能没有哲学 而先经学科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 好吧 政府的部门 他认为我们要 就是建立一个新学堂 我们不建新学堂的话 那些新的知识 得不到教育 所以我们要废除科举 废除科举 就是于因此先生所说的 儒家的肉体 肉身就没了 只有这个魂了 因为有了科举 这个肉身就有载体 有教育作为他的载体 有学堂 有书院作为他的一个载体 但是学堂以后 他学新知识了 儒学就没有 儒学就不教了 所以刚才常常说 是北大学学系 然后有儒学中华孔子学会 或者这么种 但是我们要知道说 这个常常说 今天如果有两千人 那我们就已经要发奖聘了 但是你想一想说 另外一个奖研 或者说他甚至是卖袜 或卖什么 可能上 所以对儒学感兴趣的人 到底有多少 这本身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 就是大家都在说文化要复兴 然后我们要怎么怎么的 但是真正感兴趣的人 有多少呢 就是我前一阵给新华社 新华社 中国一个很有名的新闻机构 新华社在某一个学校 办了一个办法 就是讲这个 常常文化如何 如何帮助我们 现在中国提升我们 现在中国自国理政的水平 请我去讲课 我上课的时候 我说一个人 如果他能够在新华社工作的话 那他一定 首先 可能现在要是去新华社 不是博士毕业 可能就很难 起码为了做这一张 然后我就问了 在座的诸位 我说在座的诸位的课题 是常常文化 如何帮助我们 提升自国理政的水平 新华社 然后我就问 我说在座的人里面 有没有一个人 哪怕是一个人 从头到尾 读完过论语的 很悲剧的说 一个也没有 起码 不得有人读完过 没有人举手 但是真没有人举手 那我说你既然 连论语这样的 常常文化的一个 基本的经济 而且不是难度很大的 难度很大的是上书 春秋 这样的一些 这样的一些诸作 才是难度很大的 论语 孟子 这些我们中学课本里面 有大量的这个段落 都是反复的交的 没有一个人读完 我说我就问了他们一个问题 我说你如果一个人连论语都没有读完过 然后他要做一个 做一个就是给上面要写一个报告 是说常文化如何提升我们 这个自国理智论水平 所以我我说这就是我们的现状 就是我们的现状是 即使是中国 对我们的一个新闻 新闻机构 新闻机构 新华社可能这些前头 都是很有名的 靠不住啊 因为他能不能读完过 那为什么没有读完过 因为我读不读不读 无所谓我不影响我到新华社来工作 如果你在科举的时代 那你要像去新华社这样的一个国家的一个 应该在礼部 这样的一个机构里面 你熟读这个经典 你能进那个机构往部呢 但是现在我完全可以 从来没有读过 常文化里面的任何一本经典 但是我可以在中国最高级的 最重要的 中华社和中央电视台 这样两个机构 里面可以 可以当这个 文化宣传的这个窗口单位的人 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问题 我们就是说 为什么说肉身没了 就是大家 常文化都放在嘴边 但是没有人 那这就是 儒学的经代转型 所带来的结果 因为我们 我们不用教啊 大学里面 像北大 千华这样的学校 你可能 有能力 开出一个 比较有水平的 这个常文化的课程 或者儒家经典的课程 北大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课 中文系也有老师开 能力导读 学学系也有人 开四书经读 这样的课程 但是有几个大学 能做到 能配备 这么好的老师 来进行这样的课程的教育呢 没有 他完全看 看你大学的动作 我去过 我应该也算去过很多的大学 那我相信很多大学 是没有 没有这个 就是教师的带务 来开设 就是高层次的这种传统文化的 可能有一门中国文化 什么导读啊 什么这样的一个课 这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那个问题 所以 不要想看这个学科的问题 那个 我刚才说的 这个南无敌 张尚书 就是圈学篇 就是张之洞 圈学篇 他里面 就是中学为体 技学为用 所以他说西方 那我们要学西方 我们不是要学它 不是真的要学它 我们只是 它有些东西有用 我们要学 但是呢 价值观我们不能动 但是王国伟 他不是这么讲的 这个是静安文集 这个是王国伟 里面 第一阶段 王国伟人生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哲学阶段 第二阶段是文学阶段 第三个阶段 是历史和考古的阶段 那他的文学阶段 其实 不是 他的哲学阶段 其实很核心的质疑 这个 那个 当时的教育制度 就是说 好吧 你要改 你就不要 空尼泰学 要改 就前改 不要改一半 就不改 王国伟他反对的说 你不要改一半 要改就前改 这个 当然王国伟自己 也很快放弃了哲学 我们大家都知道 最有名的两句话 就是哲学是说 这个矛盾 可爱 可爱的哲学 他往往不可信 可信的哲学 往往不可爱 所以他说 他的身性里面 就是 比较喜欢可爱的东西 但是 要觉得 可爱的东西 靠不住 所以他后来放弃了 放弃了 改做文学 那刚刚就是 选择了可爱 文学你不用去考虑 为一宵的人憔悴 这个 这个王国伟 什么 那几个境界里面 那这不需要 不需要考证 因为我为移交的人 挑战 人说你拿证据来 不用 我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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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斤 今天140斤 不需要那些 你只要抒发一下 我自己的情感 就是说 我实在太子念他了 所以王国伟 其实就变成这么一个人 那当然我们还有 像北大地有名的校长 就是川阳培 而严富 民国建立第一个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知道清华 二几年才成立 那么就是最早的 这大学具有典范意 就是北大 那北大民国成立以后 首先就是严富 严富他就说 严富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 说过几句了 严富说杨明什么这些 他不太喜欢 所以他说大学 你要读经可以 读经可以 变成个人的趣味 大学里面 应该有读经课 你可以教这个 能与孟子 但是你教的时候 不是教价值观 你是教知识 你要把能与孟子 大学中间变成知识 不是变成你的价值 不是你恩生命命的东西 那蔡阳培 那后来来北大当 那个从教育 教育总长位置上 下来到北大当 当那个校长 这重要的一个改革 就是说 要废除那个精学科 把这个 那几部经典 分到不同的学科里面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 基本的格局 就是哲学系里面 会教 会教周易 会教这个 能与孟子 大学中 历史系里面 会去教这个 上书 左传 那个陈秋 这样 中文系里面 会去教诗经 所以哲学系里面 去研究诗经的人 会很少 所以他就 这个格局 其实就是蔡阳培那里面 下来的 跟蔡阳培那个下来的 一个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这些东西 肉精变成知识 的价值 所以这个就是 学科化的方式 所以有一个人就 我觉得有的时候 我特别佩服那些 外国人 其中我认识 一个法国的学者 他叫杜瑞乐 他本来呢 他这个人特别有意思 他本来呢 这个人类学家 人类学家他最初来北京 他去北京中医学院 就是现在 北京中医药大学 这个大学里面去 他其实不是要去学中医 他是在看 说中医是怎么教语 教学的 就我们都知道老中医 就是以前是学独自的 但是你中医药大学 那不就是 现代的大学 然后他的核心的关键 就是说 现在的大学 能不能培养 年轻的中医生 不像原先那样 老中医 太小中医 就是用大学 学科的方式 能不能教这个 教出那个 那个年轻的中医师来 那么他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总计 他发现中医学院毕业的 很多人都去了 这个中西一结合的 要甚至直接改成七一了 而不去做中医了 因为学科化的教育 标准化的教育 他就不是一个 中医的教学的方式 但是这个不是他的功练 后来他为什么跟我们认识呢 他就说 他有此问题想到 说大学里面 能不能教出儒生了 说说从大学里面学儒学 能不能把价值观传承下来 但是一个老师 只是在告诉你说 学而实习之 不宜乐乎 他是不是只是告诉你说 你要反复的学习 他没有去考虑说 为什么学而实习 都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 是吧 朋友不自耳不孕 为什么呢 五日三行五生 这是为什么他这样 他是告诉你说 我每天要三次来反思我自己 每天办了些什么事 那 好吧 我做日记 我也可以这样 但是他作为修生的手段 他也他也是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 我要讲 为什么学科 是我首先要讲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现在的大学里面 还能不能 就大学里面教经典 靠不靠得住 那有些人说 那大学靠不住 我们就民间书院来教 那民间书院到底 靠不靠得住 民间书院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就是 不能发文凭 不能发文凭 他就不能就业 大学里面不能收一个 说我是民间书院里出来的 一个措施 他也不可能 就所有的学历教育 都得在大学里面做 民间书院 你可能只能成为一个个人的修养 你不能就业 所以很多民间书院 我们就说 你如果不能就业 我就说你只生成不下去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首先的一个问题 就是学科化的方式 那么那个第二个角度 就是说我们说 那儒学能不能变成 另外一种方式让它存在 学科化的方式就不行了 那当时晚清的时候 有人考虑过 说我能不能把 那儒学 变成一个宗教 这个问题 很多人可能听上去有点头大 它怎么能变成一个宗教呢 我在这里给大家 这个图大家可以看一下 左边这个图是 梵蒂冈的广场 保罗大教堂的广场 我们可以看着电 这个看上去呢 你这幅看的图呢 其实是一个钥匙的样子 这个钥匙呢 就是按照这个很多建筑学家 或者说按照这个广场的这个解释 是那个解释 就是说 它是开启到天堂的这个钥匙 而我们要知道 这西方不就是一个 本来不是一个政教合议吗 那启蒙运动就是政教分离 分离就是宗教归宗教 自俗归自俗 分开了 但这个宗教它没有消失 到今天你去西方国家 你会很多人去旅行 你要去意大利 你肯定会去粉底缸啊 然后你会去欣赏这个米开朗基罗啊 什么这些壁画呀 达芬奇啊 什么这些 我们就会 我们去 然后我们可能甚便会了解 现在的主教 这个教皇 是一个什么样 天主教的国家 还有哪些 然后天主教和基督教 是什么分开的 那这些东西都还存在 它现在已经世俗化了 但宗教依然存在 那我们看右边 右边我们就是一个 特别典型的一个孔庙的建制 这个孔庙的建制呢 左庙右学 所谓左庙右学 左边是祭祀孔子的地方 右边是学习的场所 所以人先呢 它是这样的 知识和信仰 比方说我们说 它是结合在一起的 但是呢 我们现在呢 干脆好了 那我刚才讲说 如果你拿左边的做例子 西方国家做例子的话 西方国家说半天 它宗教很存在 那个拜登也好 谁也好 他要 哪怕普京也好 他要就任 那个总统的仪式 他都会有 宗宗教的宗教和 牧师作为他的 那个典礼的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建制者 所以你从东西 还是可以看到 宗教对他们 自俗生活的影响 但是如果你看右边的图 你就会发现 说中国在进入了 这个现代中国了以后 我们就会发现说 管你这个恐怕还是国子间 都变成博物馆 而现在其实也定了 陈先生就变成了 孔子 就是所谓的 那个国子间博物馆 那博物馆是啥意思 但在我们现在的生活 就没有任何的影响 我们现在的政治生活 我们要在开两会也好 什么也好 你会发现 清朝皇帝的 这个八九代的子生 你可能还能当 政协委员或者怎么样 但是孔子的后裔 衍生功或者什么 大家会听说 他可能在政协 或者在人当 不是因为儒学的身份 他没有人在政协 那就说明这一套东西 对于现实的政治 没有任何的影响 那近代在变革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考虑说 那我能不能够 把它变成宗教 我给它保存下来 那我不要想办法 我要保存下来 怎么办呢 那一个国家 它肯定需要 需要有价值观 这个价值观 可能是通过 通过其他的方式学习 比如说通过政治课 通过各种各样的 五角四美三十二五角 时候各种各样的 八容八尺 什么这样的一些学习 我们来确立我们的价值观 但是我们通过学习来确立价值观 和我们通过宗教的方式来确立价值观 这个效率到底是什么样 其实还是可以争论 但是近代的时候 很多人就说 有一些人就说 那好吧 虽然儒家在教学体系里面 已经没有容身之所了 那我就把它变成一个孔教 这其实也是一个念头 这个念头其实也挺有意思 那么这个念头 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问题 我不敢再讲 因为这个问题也有一定的挑战性 所以我为了讲 如果能政治定义下去 我们以后有机会 给他们来讲 就是说宗教的方式 它是怎么提出一些什么样的方案 我们现在来讲 稍微再讲一两句吧 说这个宗教的方案 为什么有些地方很重要 我昨天接待了一个澳门大学的老师 他来讲这个问题 他澳门大学 他是研究新加坡 马来西亚 东南亚的这样的一些 就是华人很多的这种国家 包括印尼 他就要说 他说这个华人团体 他说这个新加坡也好 马来西亚也好 包括早期的印尼 印尼的因为 就是华人的观念 中间被很多次 被印尼的政府打压 他就说背后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孔教会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陈焕章 陈焕章在香港 东南亚的地区 建了很多孔教会 他说因为孔教会 他模仿基督教的会 他办办学 就孔教学堂什么的 因为他其实是华文教育 和那些 在东南亚的华人的精神制度 文化认同的一个精神制度 这一点其实是有现实的 现实的意义的 不是说 不是说我们 在进行一个中道理的现场 而是说 在东南亚地区的华人里面 你们以后如果有机会 去跟他们联络的话 交流的话 你会发现很多池塘 很多还在活着的池塘 尤其是你去冰浪玉 马来西亚 你就会发现这个池塘 是宗族的这种力量 这个背后其实都是儒家的传统 最后我讲一下 刚才我们三个角度 学科的角度 宗教的角度和社会的角度 社会的角度就有相当多的层面 所以三个角度的层面 我们刚才讲到张志宗的时候 已经提到了 儒家一个最重要的一点 其实就是 就是宗族和三纲五 当常人理的观念 很多人可能看过 我觉得如果文学作品 可能看的人比较多 那文学作品里面 我们经常会看到 像海陆园园这样的作品 现在可能是接受度比较高的 我们其实可以想象一下 白家仙这样的人的身份 就主党的身份 然后黑娃 田小鹅 他们为什么在外面跑回来 跑回村子里面来 因为他们没有明媒正群 他们是自由恋爱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宗族字体里面 他为什么要住到城堡边上的窑洞里面 虽然它里面有一些复杂的东西 但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在观众平原上面 就是传统的力量 在这样的一个维持社会秩序中的作用 这个其实就是儒学的力量 但是到了现代社会以后 我们就会发现说 现在你回到村子里面 很多人就会说 现在池塘现在有些 有些地区的池塘已经恢复了 但是恢复了 就像我是浙江人 浙江的美兆兴很多的池塘都恢复了 但是池塘是恢复了 你如果去绍兴看池塘 80%以上的池塘都变成文化礼堂了 文化礼堂就是变成城里的公共活动 比如说演个戏啊什么的 古代的池塘演戏啊 但是他对宗族的祭拜的活动 他这个池塘已经不 反正现在池塘不就是主要是宗族的祭拜活动 现在变成一个文化教育的那个 那个宣传这个村民那个晚上 跳什么跳舞啊什么锻炼 这样的一些活动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问题 那我既然这个社会化展型的内容很多啊 我自己只是挑一个法律的制度 还有十分钟啊我就就会讲一下这个法律制度这方面的那个 呃那个内容 那呃我们我们说这个法律制度呢 我们举一个例子 举个例子就是呃清末的时候呢要编定一个新的法律啊 新的法律呢是有呃 这个这个既有的法律啊中国既有的一个法律 我们都知道有呃比较 呃背后的一个指导的原则 就是差别化的原则 我们现在会讲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啊大家都会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那传统的法律呢 他现在也会讲啊天子犯法与书零同罪啊 这个他也会讲说有平等的地方 但是呢传统的法律呢 有一个例外的情况怎么样的例外情况 就是说啊如果你是父子的关系 或者夫妻的关系或者君臣的关系 那如果你出现了一些呃法律的争端 那你所要承担的法律的责任其实是不一样啊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 就是说如果我们按传统的法律 你父亲打了儿子这个事情 如大多数的情况下啊是可以的啊 只不叫夫之过啊 但是如果是儿子打了父亲 在传统的教会里面 你这基本上属于是十恶不赦里面的一个啊 就是你你殴打父亲 殴打祖父啊就直系清楚里面这个 这个你就你就不用判啊 就基本上你的那个责任就很明确了 那我们现在呢 假比说一个爹打了儿子 这个儿子是可以 呃可以告的啊 他就属于家暴的范围啊 就是父亲用暴力的所谓的 来来惩治他自己的孩子 那如果儿子打了父亲 这个当然也不行 中国社会的舆论也会认为这个是个不孝的孩子 但他不需要承担这个法律的责任 他只是道德谴责 觉得这家的那个儿子太不僵化了 呃所以呢这个是法一般性的法律的情况 所以当神家本要制定这个大清新刑律的时候 这1905年开始这个 呃要开始编新的法律的时候 他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说 好吧 在新的法律里面 这个军臣关系也不存在了 对吧 你因为你不存在这个军 因为皇帝就说美 皇帝要没了嘛 对吧 刚才时候还不知道 05年还不知道皇帝要没了 但是但是就是说 那我们先不说皇帝的时候 那那我们在11年很快就没了 那我们先说父子的问题 那神家本所见面临的问题 就是父子和夫妇的这个 呃这个这个法律的关系 怎么来怎么来定 那他他当然就是要点 要认为这个 父亲和儿子 他应该承担这个 所提在父子的这个论里面 要承担这个 同样的这个法律的这个责任 比如说一字的时候 爹也不能打孩子 孩子也不能打爹 这个是这样 所以当这个大积心旗 第一版编出来以后 是 那这种就是说不行 他说你这个法律 如果你一个社会制定的法律 跟这个社会的道德的这个 呃 观念完全是 被道而驰的 他说这样的法律是不行的 这样的法律肯定是没有 没有效 因为社会完全没有 这个影响力 老实讲 我们中国法律的这个问题研究很多 那有些人说 名不高 名不高 官不纠 这是强调法律的问题 那其实大多数的中国人 其实还是不太严于法官司的 为什么 因为当然有司法制度的问题 还是更重要的问题 就是必严无重户 能语里面所讲的 其实大家还是讲调解 讲和和气气什么的 包括我们现在的和婚姻法 这个夫妻要离婚 要有冷静期 那本来这夫妻要离婚 要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 但中国他会认为不 他这是一个家的事情 而且是个社会的事情 社会要维护社会的稳定 所以要让夫妻俩不要随便离婚 你要冷静 你要想一想 他对你的好 或者什么 这个其实就是很典型的 即使在现代的 这样的一个观念体系里面 法律的问题 跟西方的法律体系 还是不一样 所以就是这个新法律 编出来以后 增加本书那不行 你这个法律 如果没有考虑 中国的这个伦理的秩序 这个法律 肯定在中国 这不能用 但是当时 为什么要编新法律呢 它有个动力 就是外国人在中国 有自外法律 就是外国人在中国 如果犯了法 它不受中国法律的制约 那外国人的理由 就是说 因为你中国的法律 是差别法 不是 不治 权利法 就是不是法律 人生人平等 所以你这样的一个法律 像我们这 其实是没法用 那我们现在就是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法律的多管用 我们讲那个 《相处中国》的例子 这个《相处中国》呢 是费耀通先生的一本 特别有名书 当然我也建议大家 去看我的书 当然我也同时建议大家 去看一下费耀通先生的书 因为费耀通先生的书 实在写的很真重 他里面举了一个例子 当然我们知道 这是讲的是 《相处中国》 讲到《正民国》的时候 的一个事 他就讲这个新的法律 在社会里面 他所引发的一个问题 他引发一个什么问题 这是《相处中国》里面的 现实的一段话 不是我编的 他说他有个朋友 是司法官 然后这个司法官 他就面对了这个新法律 在维持社会秩序里面的 所产生的困难 他说比方说 打个比方 我们现在的 我现在看视频的时候 也经常能看到 什么现在的八卦的视频里面 特别喜欢传 传这个 说原配 当街打小三 类似于这样 大家觉得很过瘾 说什么 知三当三 这个怎么着 尤其是最近 比方说有个女男运动员 还跟什么什么 然后原配出来 大家马上就说 原配的正义感 好像是正义立场 似乎是 大家不用证明的 不去接丢他俩 是什么时候离得婚 他只是说 反正只要原配出来 整小三 中国人觉得心里很解气 这其实是我们法律观念的 一个误区 我觉得是一个很可笑的误区 但是成总的 菲尔通那个时候 他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有一个人 因为他的妻子偷了汉子 打伤了肩腹 这个故事 大家这个井井 大家马上脑补一下 有个男的戴了绿帽子了 然后他不知道 谁怕他戴上绿帽子 他就去揍了一个 那理论上讲 这个事情 就是如果在正常的一个状态里面 我们真的也不认为该揍 就是说我都戴了绿帽子 我还不揍你 那理论上讲 如果按照现代的法律 这个事情就是说 那好吧 两个人不爱了 就离婚了 谁是过错方 我们就去分割财产的时候 等等 但是 总是作为一个大力帽的人 起不过 他可能会去揍那个人一顿 但是现代的法律里面 我们都知道 通奸它是个道德问题 是吧 打人是个法律问题 你如果把他打伤了 就是个刑事问题 所以费耀通就说 问题是在于说 他把他的绿帽子 那个人打伤了以后 他要犯法 把他老婆罪了的那个人 只是一个道德问题 所以呢 这个县长就问他 说如果碰到这样的案例 他应该怎么判 所以费耀通的一个解释 很有意思 他说 如果是善良的乡下人 自己知道做了坏事 绝不会到衙门里来的 就是说我本来我 谢了别人的老婆 别人的丈夫把我打了一顿 我不应该去告关 我就是忍着就完了 既然我已经做了 这么不对的事 但是 如果我是拿起法律的武器 来保护我 他拿过你把我打了一顿 我还可以告他 所以呢 在费耀通看来 就是费耀通说 这些凭借一点法律支持的败类 他会在乡间 但并不能有效的建立起法律主义 所以费耀通就会说 我们新的一个法律主义到底 他把里面的儒家的内容都给他抽空掉 他能不能够真正的维持社会秩序呢 那费耀通提出这个问题 其实是给我们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提问 就是说如果我们现行的所有的制度 都或者跟传统的良风美俗相违背的话 那这些良风美俗大多数都是由儒家的价值所提供 那么这样的社会变革 这样的对儒学的这个摧毁 抹去 那对社会来讲 或者对儒学来讲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所以呢我们现在 最后呢我只是留三个问题 那四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时间到了 留四个问题 一个问题就是说 大家想象一下 他说儒家的观念在中国到底还有没有影响 是吧 他是否只是个游魂 还只是一个博物馆 如果他只是一个博物馆的成立品 那就是没有影响 他只具有观赏作用 没有价值性的影响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值得大家去思考的 是我们如果是觉得西方的制度 它推进了西方的发展 那么它这种制度移植进来 但是它要跟我们的价值观有距离 那你们觉得应该制度移植 还是应该保留原有的制度 或者应该就是建立起一个新的制度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 儒家通过课堂的教学 比方说我们今天这样的 在制品上的这个普及 它是否是儒家活力的表现 还是大家只是在欣赏 像去看展一样 只是在欣赏一个东西 而不是真正要把它变成 我价值的东西 第四 如果在课堂上是不能教儒学知识的 那么大家想象一下 儒学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新的弹簸 符合我们现代的这个社会规范 制度规范 就假比说 现在的社会 你去考工或者你去久职 你都要文凭 但是如果你不通过 既然你说学校教育不行 不通过学校 你是又拿不到文凭 那我们能想出新的道路来 就是我们能想出儒学传播的新的途径 那好吧 我们今天一个多小时 我其实主要是从三个角度来分析 儒学现在掌心里面所面对的最跌越的问题 这些问题其实基本上我刚才讲了 这些问题都是现在还存在 因为我们只经历了一百多年 就是任何一个思想的这样的一个冲突 我觉得没有三四百年 可能就不行 我们现在才一百六七十年 所以我们期待每个人要反思这样的问题 那我们才能想象说 中国的文明 中国的观念 真正能对世界产生影响 而不只是激方之讲的跑步层 呃 陈珍我就讲到这 谢谢 谢谢刚老师 我把您的共享关掉先 您关掉也可以 呃 等会 你你给我先 我 我你关掉 好 谢谢刚老师 我给你关了 谢谢 你你你你打开 有个请求 你一个PPT能不能回头发我一个 我因为我我会把今天的文字 今天您讲课的内容 我会整理成一个文字 回头发你 陈悦 啊 没问题 好 谢谢 刚才那个这个刚老师通过三个四个问题 过我们谈了谈了一下 关于这个我们说呃 呃乳学近代转型的几个问题啊 几个点 其实我觉得这本书里边刚才呃 呃 刚老师过我们留了四个问题 其实有一个问题 其实刚才呃 这个呃刚老师说我们在乳家实在是应该留在课堂还是应该重新制度化啊 然后呢 其实刚老师做了一个比方啊 就是我们考公务员呃 考科这种考试 研究生考试也好 博士考试也好 本考试也不知道应该的存在 呃 其实书里面有一部分内容就是关于乳学的运行规则 从科举制度看知识与潜意的互动 呃 这这个在这本这本书里边一个张一篇章节里边 也是很呃 我认为可以也可以从历史上看到现在吧 从历史上看到现在 呃呃呃 从科技制度看这个知识与潜意之间的互动呃 呃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呃 回答这个我们刚才这个干老师给我们留的一个一个小作业哈 呃呃 其实我觉得呃 呃 刚才在在在在eln atが찬老师的一个详细的讲讲讲讲解这种 包括其实王国伟与章 与章之动 蔡远培的复除废除经学 包括康尔维与陈花章的 这个孔教理论 还有辱学的社会转型的 这个社会化转型 其实刚好是只讲了一部分内容 只讲了法律和制度 其实这个书里面讲到了 关于就是社会 就是共和和共和语制度 就是我们说打倒新化运动 打倒这个孔家殿这个内容 还有关于国家的 国家内容的一个转型 民族国家与天下秩序 这一半内容 也做了一个详细的阐述 其实我也希望 我也希望能够 大家能够看一下这本书 我刚才跟你汇报了 干老师 我一直在看我们的后台数据 这个我们最高数据是300多人 然后现在这个在线的是296个人 然后呢 其实这个一直持续在 在线将近300人左右 其实我觉得至少我们这个平台 还对于这个干老师的内容 我认为大家比较感兴趣 但是书的销售只有只卖了 现在只是卖了 大家对于消费力 所以说就提到了文化消费力问题 可能还不够 对于乳学的热爱是够了 但对于这个消费力还不够 其实我觉得大家去 去读一下 这个干老师这本书 乳学的基因的软型 其实可能 可能通过指示书的阅读 然后加上自己的思考 我认为 是这个更有力度吧 当然肯定在我们 咱们在线的这些读者朋友们 肯定也做过笔记了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去再 从您的 从各个每个人角度理解 对于乳学的理解的不同 再进行深入了解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认为我理解的 它还是一个对于乳学的 特别是 这个乳学近代的发展和转型 我认为是一个 我们说是按图所记的 一个普及的读本 因为我们可以从里边 找到乳学的一些 现代转型的一个点 比如说摩托汉先生观念 徐福冠先生观念 还有李泽厚先生观念 包括 包括 还有这个 近当代的 杜维明老师的一些观念等等 我觉得都可以从里边 按图所记的找一些 思路和线索 然后充实您的乳学的一些 我觉得理论 更多的理性知识吧 那其实我觉得 我想请您 时间关系 两个问题吧 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我们说 现代的乳学的核心 的使命是什么 就是我们一直在 刚才您也谈到这个问题 就是乳学 有什么用 对 然后呢 当然了就是我们说 我们说 这个我想请谈谈 就是现在乳学的核心的使命 就是我们现在做 乳学 或者说研究 当然您在书里面 谈到了关于乳学和乳教的问题 对 我想请您谈谈 那个乳学的一个核心的使命 能谈谈吗 谢谢 这可能有点大 其实也 也不大 因为今天 今天上午 我就是在 北海公园里面的一个 快学场 做了一个活动 这个活动 其实也是 一个跟乳学有关的 一个活动 然后 因为那个地方是 梁启超 曾经在那里办过一个组组馆 叫中国组组馆 就是 然后梁启超在那里 还经常跟 那个 中央大学国学院 就是那个时候的 刚才我们讲到 斯大国学导师 然后梁启超 经常在这个快学场里面 跟那个学生 在那里面 学习 那梁启超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例子 就是 卢学的核心使命 在哪里 因为 因为 新方化运动的时候 它是说达到古远点 那 在这个新方化运动的 因为1915年 15年 新青年 如果我们 1915年 作为新方化运动的 区域点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 说 当时 陈鲁秀也好 李大赵也好 包括胡思也好 都说我们要学西方 但是 1919年 梁启超 领的 不是领的 跟着 中国的代表团 去巴黎参加 合会以后 他做了两件事 一个事情 他就发现 说 我们 那种 就是靠强权 来维持秩序的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西方所 西方所 建立起来的秩序 是否是我们 中国人 真正喜欢的秩序 这是一点 第二点 就是说 如果 他是靠战争 来 分出 胜负的 这样的一个 现代化的 那个模式 是否是 西方人 自己也认为 是不错的 所以 梁启超 回来以后 就写了一个 很长的 一个 一个文章 其实是一系列的 文章 叫欧有信一路 欧有信一路 他就是说 好吧 那我们要学西方 但是我们到底 要学的西方 是什么 这是 这是一个 就是特别 尖业的问题 就是 所以 我觉得 很有体会的 一个问题 就是 作为一个 力度 一直在 主张 学习西方 梁启超 也一直 是这样的一个人 就是说 但是他到 定立了 一战 定立了 新化运动 定立了 巴黎和会 他就会说 好 那我们到底 该怎么来看待 中国人 该怎么来看待 西方人 所能带给 这个世界的东西 那如学 如果你要说 今天 今天我们来讨论 这个使命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 好吧 我们中国人 到底对我们 这个世界 或者人与人 交往的方式 为这个世界 提供了一个 什么样的 一种 一种 想象的 不是说想象的 就是提供了 一种什么样的 秩序 这种秩序的模式 它当然有问题 我们就说 刚才我们说 爹打孩子 这个可以的 孩子打爹是行的 这个我们现在是 但是在法律上 你不应该有 有这样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 差别性的 这个讨论 比方说古代 认为 你打儿子打了爹 不管怎么样 你就是要被砍头的 那不管爹对 还是爹错 这个都是 都是要砍头的 就是这样的一些制度 当然我们在 现在的 那个法律里面 不一样 但是 我们是否能 从精神上理解 说父子之间的 这样的一种 内在的 可能有一些 差别的 这样的一个秩序呢 那只不过是 我们需要 对这个秩序 进行一个新的表处 所以我 从我 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不是说 儒家这套东西 到底还有没有用 或者到底 还有没有影响 而是说 我们事实上 在生活中 处处能体会出来的是 儒家的影子 但是我们不能 把它合理化地 表达出来 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 现在的困境 所以我们说 现在所需要做的事情 是说 好吧 我们需要有一种 现在的表述 来把我们 中国传统的制度 或者传统的文化里面的 一些好的东西 那给它表达出来 你刚才 你一开始的时候 也举了梁树铭的例子 因为刚才 你的书里面 也举了 大家有可能在币站上 也能看到我 梁树铭的一个视频 因为我的确是 不太能想象说 我那东西能爆款 或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 梁树铭他讲的 很多 很有意思的一地方 他说中国人 他说中国人 从大西亚里 是真不喜欢打光子 所以呢 他就说 那我们应该有 什么样的 这种 什么样的制度 来维持这个秩序 所以我这样来说 好像是个反法律 但是我是 坚决认为 法治社会是要垫的 但是法治社会 并不是说 我要 就是我们要避免那种 让法律控制的 这样的一种行为 尤其是要倡导 人与人之间那种温情 这是儒家所能提供 所以我觉得 无论是从大的角度来讲 说文明的模式来讲 还是制度的模式 还是人与人之间 交往的方式来讲 我们现在就是 就是我们现在关注儒学的人 就是就像你说的 我们特别辛苦的讲 一个多小时 可能有300个人来听 但是我真是觉得 就是说 听的人越少 就是从我段来讲 我觉得 这其实是一个 特别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每个人 都其实生活在一个 受儒家影响很大的 这么一个社会里面 但是我们每个人 都下意识地认为 我是了解儒学的 就是我可以不听 有一个人可能讲西方 或者哪怕是讲一首诗 讲一本小说 他还觉得我应该听 但是等你跟社会交往的时候 你又会觉得 这个社会怎么对我那么不友好 这个社会怎么处处不符合我的意 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 现在的一个 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席面不谈 就是我们说百姓的日用而不知 就是孔子的时代就面临这个问题 所以我就说 现在我们其实是一个 从大到这个文明模式 小到这个法治 最小到我们每个人的 毕生处世的这个模式 儒学其实在我们社会里面 影响太大了 所以你要是不了解 不了解儒学 我曾经接受澎湃的一个访问里面 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 好像有点夸张的话 我说你不了解儒学 你其实是根本不可能了解中国的 所以如果你不了解 不了解儒学的定代转型 你是不可能了解现在中国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 就是儒学的定代转型 就像你刚才说 很多的问题可能在那上面能找到答案 我更多的是想说 你要理解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 你还真必须得有儒学 定代转型这样的一个视觉 你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视野的话 你可能是不太容易了解 我们现在中国正在进行的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或者说我们所在经历的一些事情 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 这个我觉得是 这有点 就是 我要如果借用梁树民的话 梁树民说 中国为什么不能高兴 你说中国人不能自推自为 我要是老推我自己的书的话 大家会谈论 这个人好像羞辞不利其成 就是老再说自己好 但是所以我之所以推荐了很多别人的书 原因也在于说 就是你完全可以不看我这个书 但是你应该了解类似的研究 这些研究其实对我们了解 现在中国是就很有帮助 就是或者是特别重要 当然我认为我这个书呢 对这些问题反映的比较直接 或者比较集中 所以你可能就是就像 刚才强生所说的 这本书可能像是一个地图 这个地图就是说 你可能能找到更方向暂别 如果你找到这个暂别以后 你觉得看这个书不过瘾 你可能再看其他人的书 它相关于给你找到 给你划了一个线路图 就是有这样这样那样的问题 当然我希望这个强生也不要 因为一本书也没卖出去 就觉得不高兴 就是说觉得浪费了几个小时的时间 但是我觉得无所谓 就是书其实很多人已经 就是中国人 其实大多数的中国人是没有阅读习惯 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但是这个也不是一天两天能改变 对谢谢刚老师 其实我刚才 我觉得这本书就是一个暗兔所记的一个 一个地图也好 图路也好 然后一个科普也好 其实我觉得里边提到很多 很多人的观点 看有位梁启超 孙春川 张生甫 陈伯达 然后张再年 先生 梁树民等等 很多 杜伟明老师 可能我都不太 可能 我因为记得 我记得可能不全 就是比较散 然后我觉得我希望大家能够去去看看这本书 然后 那个第二个问题 就时间差不多了 这样 那个我不说了 不问了 因为 没关系 就我问一个我自己的私下来问题 就是你你你如佛家的这个经年义注有没有推荐 你说佛教的那个佛教的对佛家的经年义注啊 有没有推荐 义注 义注也好 就是就义注教助教助都可以 就是义注我的意思 我我我我自己还是觉得大家有空可以读一下那个大臣几经文 我觉得对对于了解 因为因为牧中山先生就特别喜欢这个大臣大臣几经文 嗯就一经看我们啊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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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啊 就大臣几经文啊 不是不是心经或者不是什么瑜伽斯蒂论啊 谈经 也不是谈经啊 嗯 OK 好嘞 谢谢谢谢 那么感谢感谢干老师 因为时间关系啊 刚才有人提问我就不再读了啊 乳学最好的转型归宿是什么 这个这个问题可能 我觉得书里边可以会有答案啊 对 然后那就感谢干老师 然后最后能跟我们天一文化讲坛的读者朋友们呃 说一句话吗 好不好 谢谢老师 嗯 那我我觉得还是呃就是呃 如果有一句话的话 我觉得还是 几句话几句话几句话 不是一句话 不管你是干什么的 我我自己认为就是现在的社会也不太安定 我不太太平 我觉得读书可能是一个最好的解决呃精神和呃 一方面你读书可以增加你的这个乐呃 呃支持面 你可能有更强的求职的 这个谋职的能力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更重要的可能就是说 你养成一个读书的习惯 是能让你终身受益的 就是说你很多的运动 或者什么样 你到了一定年龄 你可能干不了 但是读书这个习惯 你是被终身行之的 所以我不管你有没有时间 或者有没有钱去买这个书 我还是认为阅读 养成一个好的阅读习惯 是一个就是 更是一个能够组为你 平身的这个最好的方式 也是最省钱的方式 可能喝个奶茶都二十多块钱 就买一碗猪可能就三十块钱 六折的话 对对 谢谢 谢谢干老师 谢谢干老师辛苦您 辛苦您 期待有时间要求您到镇中 我们线下的天音话讲谈 也更期待下半年去烧星 然后能够见面 好的 谢谢干老师 辛苦您 拜拜 您注意身体 拜拜 谢谢干老师 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不再向干老师提问了 因为已经脱弹了 已经脱弹了 对 今天我今天的回放 是有回放的 回放我们是有会员 加我们天一文化讲坛的微信 第一个字母的微信 了解天一文化讲坛第一个字母的微信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场回放 回放的是我们会员才有九十九块钱 那么现在我要说一下这本书 因为这本书里边 刚才其实我们同时在线几百人 然后其实这本书的销量 其实就这样 我觉得我必须要介绍 因为刚才干老师 讲的这些内容 其实书里边有一部分是有的 然后其实这本书里边 我认为是刚才刚好谈到的这个乳学的 近代乳学的一个转型的一个关键点 都在都在 其实开篇这本书里的开篇 从先秦 从先秦到到明清 都谈到了 包括近代民国时期 从晚清的 晚清晚末 晚清的末年 到民国时期 到二三年代 到四九年之后 一直到四九年之后 到毛泽东提出来民主科学大众 然后真正成为这个 所谓的这个文化认同 然后接下来再到七八年改革开放 到八十年代 这个文化的一个复兴 到九十年代 到现在一个 对于这个乳学的一个 分阶层 比如说李德厚先生 然后 毛泽东汉先生 然后杜文斌先生的一个观点 二十几八年代 马克特微博 关于自民主义的精神 关于这个 其实在 马克特微博在新教理论 以及中共的宗教里边 也谈到这些 这些内容 其实 还有很多问题 没有 没有来得及 像杭老师提问 比如说 现代乳学的 现代乳学的 现代乳学如何表达自己的 表达信念 刚才 刚才有个老师提问 就关于乳学的一些 乳学的归宿 乳学的 乳学转型的归宿 以及 当然 还有提到了乳学的发展的意义 包括 他梁老师的 这个杭老师最近写作 梁淑敏 康悠维 已经开始 已经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 王国威先生 王国威的研究 是不是已经开始 提倡日程了 等等 还有 就是 我们说 刚才 最后在举例的时候 举例 关于 关于 飞耀通先生的 乡村中国 乡村建设 乡村建设的 这个内容 其实乡村建设 其实也是 建国 然后梁世民 对于中国建国的一些 建国制作业认识 其实这书里面 谈到 从1911年 到1949年 专门 批出来一个大章节 来谈梁淑敏 对于中国建国之路的一些认识 那么 其实 还有就是 关于这个 牺牲于哲学科学中的 乳学的表达 包括 包括 康永维和 张坦严的一些分歧 以及 晚清在民国时期 康永维对于 对于这个 乳学 乳家学说 一个传播的价值 当然 这个 这个在 刚才在PVT里边 然后 刚好是提到了 关于乳学 关于 康永维 与孔教的一些 内容 其实 里边还提到了 关于这个 汉代 读文书 与 乳家思想的 一个转折 等等 这个 其实 很详细的 这本书 大概有 总共是 400多页 400多页 然后 比较详细的 谈了 关于乳学的 近代转型 那个问题 我也希望大家 能够去 读读读这本书 然后 其实 也可以 也可以 我觉得至少 至少是 这里边提到的 一些人物 康永维 梁启超 孙中山 张生甫 张大年 陈末达 梁淑敏 然后 苏维明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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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东三 然后 马克思 微博 然后李泽厚 等等 这些 东西 这些人物 在中国 乳学的贡献 都可以从里边 提炼出来 我们 如果再做 新人研究的话 都可以 读一下 他们的专注 其实我觉得 你像张生甫 张生甫在 提到 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这个观点 这个 这个 干老师 里边 也提到了 他的 一些 态度 对于张生甫 这个 张生甫先生的 一个 想从政治角度 或者从自己的 专业 哲学角度 来 做一个 阐述 对 然后 包括 毛泽东提出来的 科学民主 科学大众 然后 这些 还有 还有 关于 乳家的 乳家的 河外 河内外 知道 制度的吸引性 等等 然后 所以说 我也 我也希望 大家能够 关注一下 对 然后 成名理学说 点赞 抄一万 有没有抽奖 抽奖 可以抽一个奖 就是我们后台小编 可以抽了奖 放个三分钟 抽一个 抽一个 抽一个老师的 签名 签名的 手卡 这个手卡 我不知道有没有 应该还有 相关的 陈家印先生的 关于理性 生活 常识 陈家印先生的 签名手卡 因为 干 老师的手卡 没有 我们是天一万 家谈 线下的 可以让我们小编 我请我们小编 做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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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个抽奖 对 我一直在介绍书 不好意思 刚看到 所以说 因为比 其实我 我觉得 现在这样的 我不知道 我现在看一下 后台的 点赞数 不是 前单数 在线量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我们小编 给我们反馈一下 其实我们的直播数 直播的观看量 其实包括 现在是1480人 看到我们直播 然后 点赞 参与 抽奖 咋参与 什么规则 我也不知道 然后 陈家印先生的 陈家印先生的 手卡 对 签名的手卡 然后 关注 关注我们的 对 关注我们天一万 奖赛视频号 就可以抽奖 这抽奖 就意思太简单了 现在后台154个人 其实 我们的活动 其实我们 这100多人 可以再关注一下 我们天一光奖的 视频号 然后 其实我觉得是 我们做这个活动 我们的观看量也好 我们点赞量还不够 就是因为 特别是 我们也和其他老师 其他直播的朋友 也在交流 就是我们点赞量 远远不够 然后 可能一场直播 我们的点赞量 像一万 超过一万的 就像今天超过一万的 都已经很 很少了 因为可能大家都在看 不许点赞 当然给我们的粉丝群体 是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粉丝群体 可能年龄偏大一些 然后我也希望着 能够 这些 咱们的独者朋友们 能够 这个 能够积极的 既然看了 虽然说你们 不买书 我也希望您能够 第一 既然看了 我点点赞 然后转发一下 然后 甚至于购买书 都可以 但是我希望 你即使不买书 我希望能够 把我们的 好的直播 分享给朋友 分享给自己的朋友 圈儿就行 就是我也希望 因为咱看直播 只要把好的直播 分享给大家 分享给朋友 就可以 我觉得我不希望 能够您光看 只是默默的看 默默的学习 然后 不把这么好的东西 分享给大家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 把更好的东西 分享给朋友们 然后 也是增加 增加我们的关注 至少是 因为毕竟我们天音话讲 他现在做的活动 都是公益的 包括 老师的直播 也是公益的 其实刚老师 我们也 刚老师也辛苦 很忙 然后我们约到这个时间 是一个月之前约的 既然这样做 既然 既然这个约到老师 老师也很辛苦的 跟我们分享了 一个半小时 然后 我也希望在这 在这 这这么多短 就短短的90分钟之内 让更多人知道 所以说接下来 我们周二的直播 就是周 周三的直播 周三 我直播 其实 我们是有一本叫 铁路与中国转型 铁路与中国转型的 艺者 金益老师 金益老师是 南大学社会学的 助理助理联金员 这本书呢 主要讲的是在 19 主要讲的是在 晚清 也是晚清 晚清到 改开放期间 改开放期间 中国铁路的发展 然后从金谱铁路 做 从金谱铁路 做一个典型 做一个研究 从这个角度 从金谱铁路 也就是现在 也就是现在的 这个 也就是现在的 这个 这个 这个金户高铁 金户高铁的一个平行线 从这个角度 来做一个分析 所以说我也希望能够 在周三的晚上 然后听金益老师 做分享的时候 大家能够 把我们的直播 分享给大家 好吧 因为这个是 从我们说 晚清 就19世纪晚期 191几年到 到这个 改开放之后 改开放之后 这个 这个时代的 这个铁路的一个 状况 以 以这个 金木铁路为例 做一个分析 其实我觉得 他后边 附了一些 关于金木铁路的 关于这个铁路的 金木铁路的 沿线的票价 公里数 然后人员工资 还有这个 铁路的收入 包括 铁路 这个金木铁路的组织 他们组织 是这样的 一个做一个 详细的一个 一个分析 所以说 我觉得大家可以 去关注吧 好吧 所以说 包括后天晚上 是谭曼宁老师的 关于这个 民国时期的爱情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去 多多的去 去 关注吧 好吧 然后我们天音光讲的 线下的活动 我们会在 我们会在 4月22号 在世界读书日的 世界读书日的 前一天 我们会邀请扎鸿德老师 跟我们做一个 元代散区的 元代散区的 这个 散区文学的 一个分享 大家可以去 在我们天音光讲坛的 这个 天音光讲坛的 这个视频上 关注 预约的可以了 我们有直播 松风 松风逐炉 云生节 松风逐炉 逐炉 对 然后这个 可以把您的地址 私信给我们小编 我们明天 给你邮寄 好吧 那么 今天的直播 就 这样吧 好不好 因为今天 可能没到两小时 我觉得 可能关注的 也关注了 然后我该说的 也说了 也非常感谢 也非常感谢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的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大学问品牌 大学问品牌 然后呢 这个也 也希望大家关注一下 关注一下大学问 对 关注院大学学问 远代散取是4月22号 4月22号下午3点 我们在郑州 我们在郑州 河南省答案馆 先下 河南省答案馆 大家可以去 关注一下 我们会进 接下来 会尽快把这个预告 发出来 远代散取 然后也非常 也非常感谢 大家在 在直播间点赞 直播间点赞 其实我有必要 再分享一下 这本书的目录 我认为这个目录 其实也能 也能够有 从里边 略见一样 大家可以 也可以看一下 在全网的可以看一下 其实 其实刚老师这本书 我读的时候 我觉得我认为是一个 非常 我认为非常 怎么说 这个过瘾的一本书 这个过瘾的一本书 他刚老师的语言 角度 我觉得是 非常比较敢说的 比较敢说的 我认为是 还是敢说的 就是从 这个 包括乳学 第三期的发展问题 然后近代学术 一世也中的 子嗣研究 还有乳学的出路 何在 这个 国学者的 国学者对于乳学的 发展意义 然后关于中国哲学 合法性的问题 还有就是 关于这个 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和解 张代年的文化主义 文化创造主义研究 这个 儒家 儒家天下观的再发现 啊 等等吧 这些我觉得 有些 有些 就不在 关于关于 还有王国为 对 马一福先生 对 刚才提到 马一福先生 对于 对于经学的 乳学经学的 这个理解 书里面都有一个 详细的 这个 分析 嗯 我也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 我们大学问的品牌哈 接下来我们会在 嗯 五月份也又有一本 大学问的书 给我们做一个链线 嗯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非常推荐 这两个品牌的书哈 因为 呃 一个是 一个是这个 江江苏人民书版社的 海外中国系列 我现在 我我现在这个 这个上面 这是我一部分 一部分 这个有海外中国系列的 书 啊 这是我之前买的 之前买的 但是我觉得 现在已经出了 现在是这本书 以这本书 2023年3月份出版的 这是第219本 第219本的书 对 大白也就了 好了 那么今天的直播呢 就到此结束了 1600人看过我们直播 也非常感谢 感谢 感谢这 感谢我们的朋友们哈 还有一点 7万人点赞 谢谢 好了 那么今天直播呢 就到此结束吧 感谢各位 各位晚安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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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